好 除了大家對於這個新品 iPhone 6s 它的這個價錢很關心之外 其實我是女生 相信很多女生也跟我一樣 對iPhone的顏色特別的好奇 小燕哥第一個問題 先請教你一下 說這個會有玫瑰金 或者是粉紅色 這是是不是產品 Apple的產品 有跳往這個女性化的一點概念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Apple的產品不斷的在推陳出新 那它這一次有什麼樣的一個亮點呢 除了我們剛剛之前 之後可能會提到 有一些新的規格之外 我覺得要吸引女性的群眾 甚至於男性 要送女朋友的一些 新的禮品的話 我覺得粉紅色 或是甚至於玫瑰金 可能是這一次 主要的一個亮點之一 可是根據我們最新的訊息 有一些果民可能要失望了 因為這一次的話 外傳有粉紅色對不對 可是最新出來的一些官網的 一些提前一些洩漏圖 裡面是沒有粉紅色的 對 所以有些想要覺得 哇 粉紅色實在太漂亮 想要買回去的人 可能要先稍微再等等看 或許之後會有 不過有好消息就是說 之前Apple Watch 已經先推出了玫瑰金了 所以這一次的 iPhone 6s的話 有可能玫瑰金就會在 這次的這個線上面直接曝光 不過玫瑰金的話 又跟Apple Watch 可能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就等1點鐘的直播的話 看一下線量到底有什麼線 曉雯哥剛剛講說 這個玫瑰色 不是 粉紅色可能沒有辦法推出的時候 可能現場很多攝影大哥 還有這個電視機前男朋友都鬆了一口氣 不用那麼快替女朋友買 不過還有一個除了外觀上面來說 很重要的我們也考量到一個點 是它到底會不會壓彎 因為iPhone它越來越追求輕薄的材質 之前中國大陸稱它彎曲門 Tim哥這是什麼意思 老實說它彎曲門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它的這次 它iPhone 6的時候 它所謂它的金屬材質都沒有那麼的剛硬 所以導致大家最喜歡把第一品牌 拿來做破壞的動作 或者是因為大家手機其實常常會幹嘛 放在你的口袋背後 就有男生 牛仔褲口袋一定會放著 但放的情況下 有時候你彎下去的時候 彎久了它這個金屬的地方 就會變有一點彎掉的情形發生 所以它其實接下來的一點的發表會 他們有說我這一次會把我裡面的金屬 會把它加厚 說一句實在話 你再怎麼加厚 這一些很愛迫害的人 他還是會想盡辦法 去把你的手機折彎 然後來給你打臉說 我跟你說 你現在這個 我還是有辦法把你折彎的 但事實上 你手機如果你要做越輕薄的話 你老實說它裡面能留的厚度 或金屬的空間 我真的覺得不大 但我相信蘋果應該是有辦法把一些金屬的硬度 一定可以比6再加強一點點 那講到剛剛那個粉紅色 為他開個玩笑 粉紅色其實說實話 如果你很喜歡去包膜的話 你就隨便買個銀色 好不好 也不要買金色 金色太難找 買個銀色 然後跑去包膜店說 我想要弄成粉紅色 我告訴你 包膜店是有辦法把你弄成粉紅色 所以你還是可以做出一支粉紅色來 但就是不是蘋果出的粉紅色 但是有變通的方法 我明明會覺得說 這個不是我要的粉紅色 我還是要官網那種原廠的那種粉紅色 比較有感覺 比較有感覺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要補充一下 Tim哥剛剛講的這個彎曲的部分對不對 其實這一次蘋果它要加強它所謂的金屬殼的一個堅韌度 可是其實在之前各家角就已經出手了 怎麼說 像我手上這一支的最新的Note 5 它旁邊的金屬外傳就是這一次iPhone 6s打算換的金屬 就鋁的部分的話是同樣的材質 因為它比之前更堅韌可能超過一倍以上 所以這次就算你直接做下去的話 它也不會彎掉 頂多只是斷掉而已 對 這個斷掉好像有點心疼這個荷包 之前說這個Apple Watch 其實它在這個材質上面 因為有很多是運動型的人 它在佩戴的東西 而且很容易比如說手一揮就撞到東西 所以其實Apple之前的產品 現在就看到它的這個材質上面也都蠻注意的 為什麼這麼晚才把它放在 就是現在說要更加強它的這個厚度 或堅硬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蘋果它們是一個 一步一腳印的那種製造的方法 它不會那種跳躍式的 會把你的產品直接做到最高規格 最高頂點 它就是要每年小改一些 然後每兩年再重新一個新的型號出來 沒有那種提供的